請到我們遊行馬來西亞庫民畫家 傅永康先生的講話 傅永康先生的提醒 今天的畫獎的開幕人 尊敬的神理部長 各位領導 各位同輩畫家 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 我們馬來西亞的畫家 懷著非常激動的心情 來到新加坡參與這個展覽 也謝謝主辦當局 我們安排到中國 這個黃河三項寫聲 令我們眼睛大開 領帶了中國的母親和 對我們中華文明的 那種非常重大的意義 今天這個展覽主題是 南洋風 黃河情 南洋風不明示意 我們其實在南洋風 直到這一兩百年來 這裡揮積了 這個亞洲文化 西亞文化 印度文化 還有馬來文化 這兩百年來的 這些前輩畫家們 把地區的藝術們 復興中增加了我們的色彩 很有南洋風的一種情調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普遍叫做南洋風的秘術 那麼這次的南洋風呢 建立我們的中華 對我們的黃河情 對我們來說呢 是一個新的嘗試 那麼我們深居南洋 對黃河高原 黃河一代的黃土高原 玩到非常神秘 精彩的看法 使我們在黃河山下 上面下寫聲的時候 我們畫得不好 在那邊 畫得不好 因為太激動了 回來我們在創作 寫聲嘛 而且我們在環境裡面 不過我們回來畫的時候呢 我們感受 把我們的感受 把我們的書寫啊 我們那時候的創作 結合起來 我們能夠畫出一些 還可以像樣的東西 那麼我們希望呢 來日呢 政府在老師剛才所說 希望出版當局 把這個展覽 繼續下去 那麼我們 因為出過這個廣貌的 這個土地啊 對我們南洋的這個畫家 還說 充滿了神秘 充滿了文化 對中國文化的愛戴 我們非常 以虔誠的心情啊 能夠到 中國寫聲呢 我們覺得 覺得非常的高興 因為這個中國文化 太深奧了 我們也希望到 中國寫聲 因為 我們也希望 中國的 藝術家們 能夠到 南洋來 跟我們 講講課 我們跟你學習 這個文化的交流啊 始終是非常重要的 對藝術家來說 如果今天的畫展呢 就是印證啊 正如代曰老師剛才所說 互相學習 互相交流 文化的交流 還有大中華子弟的 一種對藝術的 情緒上的一種 揭發吧 或者我們 對中華文化 或者對 我們 油化的創作呢 加深了 互相學習的機會 很感激 神秘部長 我今天為文化展開幕 也感謝大家的光臨 謝謝大家 新人意思 祝大家整理健康 萬事如營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